大家好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黄新化 首先要带您关注国际间的焦点 现在乌尔战争上 乌冬基站依旧陷入了僵局 对那次刻下辖的巴赫姆特地区 是俄罗斯重点进攻的目标 而现在俄罗斯的优民组织 瓦格纳军团不断发动了攻势 还接二连三宣称 他们占领了许多的村庄 不过当地乌克兰的军队指挥官表示 遭遇猛攻虽然是事实 但是乌军并没有证实 这些村庄都被占领了 而乌克兰的部队仍然继续坚守阵地 也将平民撤离 希望可以降低伤亡 不过两军短兵相接 还是需要更多的武器 特别是重武器来夹击俄罗斯的部队 台面上看起来西方的援助源源不断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放话 要把俄罗斯逐出乌克兰境内 确保领土的完整 但是台面下传出西方阵营 怀疑乌克兰真的可以达到目标 能赢吗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 像是法国 德国以及英国为主的国家 担心俄乌战争将持不下 沦为消耗战 危及自家的安全不保 似乎想要劝乌克兰早一点和谈 跟俄罗斯谈判 乌军在树重里朝俄军阵营发射自走炮 尽管如此 乌克兰在乌东的战况恐怕没那么理想 特别是巴赫姆特情势似乎越来越艰难 乌军说因为弹药越来越少 让他们难以阻挡 瓦克兰余兵团推进 但不管如何 他们都要死守这块土地 不过瓦克兰集团首脑 在25号宣布 他们已经攻下巴赫姆特北边的 亚西德涅村 如果消息属实 这将是瓦格纳在乌东占领的 第三座村庄 乌克兰国防部还施警 俄罗斯已经从车程 调了200名车程特种部队 到巴赫姆特支援 这里的局势对乌军越来越不利 尽管乌东站框高级 但似乎不影响乌克兰总统 责轮司机把俄军赶走的决心 不过CNN却没这么乐观 他们统计从1946年以来的战争数据 发现国际间的军事冲突 将近一半会打超过一年 而且只要打超过一年 通常就得打个十年才能收场 乌俄战争已经打了一年 短期内或许看不到结束的一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现在乌俄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目前实际控制 到底有哪些区域 事实上集中在乌东地区 像是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 查波罗热州 以及从2014年 他们进攻乌克兰取得的克里米亚半岛 可以看得出来从东北部地区 并且到东南部地区 还有克里米亚半岛 都是部分或是局职 被俄罗斯给控制 并且将旁边的亚素海液金内海化 在黑海的势力也有所扩张 这样的战略走廊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想要把它打破 拿回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外交事务的刊物 就邀请了42名的专家 针对乌克兰最终 可不可以在领土上 对俄罗斯让步来换取 和平进行投票 但是投票结果你可以看到 显然意见的不同意 大约是落在40票 几乎已经过半了 很多专家都认为 到底要不要拿领土去换和平 这取决于当初俄罗斯 为什么要入侵乌克兰 很大程度就是为了颠覆政权 并且阻止北约东扩 更重要的是 把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让他们的主权形同不再存在 所以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专家建议 干脆拿克里米亚去谈判 并且看能不能换回 乌东地区的土地 但是反对拿领土 去换和平的这些专家 也觉得万一乌克兰让步的话 这国际间的秩序 就会变成拳头大的 就能为所欲为 而且西方已经投注了很多的资源 如果乌克兰要吞下 失去这么多领土这一口气 似乎有些不划算 但值得关注的是 俄罗斯目前前总统 麦德维夫 并且他已经提到 俄罗斯现在还要把边界 推到波兰 想要进攻的决心 对于俄罗斯来说 似乎没有动摇 以及改变 乌克兰记者来到 对内刺客战场的最前线 这里距离俄军 只有140公尺远 因为冬季战役 骑士的乌军第28旅 一整天都守在豪宫内 监视俄军动向 乌军士兵说 俄军不断以小队人马 射击试探 才遭到防守盲点 罗马尼亚电视台记者 也进到战壕采访 他还试试乌军火石 还说味道挺不错的 这里的乌克兰士兵 没有受到攻击时 除了监视敌军 就是全天候训练 充实战斗技能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一年 赫尔松这间医院的 副产科病房 最近就遭到俄罗斯 炮弹穿墙 当时医院有100多人 多数是江林藤 或是生产丸的妈妈 尽管无人受伤 只是赫尔松的医院 常被俄军轰炸 也让当地政府 急着找原因 原来有当地人 向俄军通风报信 告知医院的位置 赫尔松政府 最近大力扫荡 已经揪出好几位 通敌的内鬼 希望避免医院 再受攻击 TVB的新闻 中央报道 而乌东激战 我们刚刚是从 大略的战略来看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 当地的民众 暴受战火摧残 并且也目睹许多 乌军阵亡 死伤人数惨重 在乌克兰有一个 民间的义工组织 他们接下了 运送军人遗体 回家的任务 车辆上面会标志着200号 这事实上是过去苏联时期 运送阵亡将士的 军车代号 所以很多乌克兰的民众 在街上看到200号车子 经过的时候 会立刻跪地 向为国捐躯的军人致意 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已经超过一年了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没有任何的停火概念 面对西方国家 目前团结给予军援 他又搬出了核武的威胁 并且暂停了 跟美国限制发展核武的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也痛批 这是错误 乌军阵亡人数激增 一个取名推土机的 乌克兰民间义工组织 接下了运送军人 遗体回家的任务 今天他们要送 18名军人的遗体回家 一名二等兵 离开太平间时 同袍将他的遗物 交给了义工 运送遗体是漫长又沉重的旅程 在运车的车身上标志着200号 这是苏联时期运送军人遗体的军车代号 当200号车子行经城镇时 时常会看到路边的民众 双旗跪地 向阵王讲师致敬 乌克兰中南部城市聂伯城 军人遗体近期大量涌入 太平间不够放 只能安置在医院停车场的冷冻柜中 义工也说他们最近的工作量大增 义工运送的这名二等兵 他是2月11号在前线牺牲 军方和家人为他举行了葬礼 他的母亲说 终于可以和儿子道别了 义工说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 让亲人能抚平伤痛 虽然过程很煎熬 不过义工说他没有时间赶上 他得继续赶路 另外还有好多家庭还在等待 经过一年的战火摧残 乌克兰人的意志未受动摇 他们以各种方式贡献尽力 乌克兰当红摇滚歌手瓦卡祖克 在开战后就化身战地记者 到各个前线向世界报道第一手消息 他在战壕中为军人演唱 也曾在车诺比核电厂表演 至今已经累积了175次的演出 俄罗斯总统普清 没有任何停火的念头 面对西方国家的大团结 他再次以核武威胁 还单方面暂停了与美国签订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访问 乌克兰和波兰的行程 离开前他与北约东部防线国家领袖会面 强化支持乌克兰的行动 他也批评普清暂停两国间的限制核武发展协定 是个错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俄乌战争陷入了僵局 但是万一有元首被斩首 恐怕努力会化为泡影 有关的媒体知己 泽伦斯基的地下堡垒 种种的保安措施 而且绝对不开灯 详细情况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段日子里头 泽伦斯基他到底都在哪边坐镇指挥呢 现在这个办公室 他的地下堡垒也曝光了 这是外媒 他们就跟着泽伦斯基的脚步 到这个指挥所里头 就发现说 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神秘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把这个开战的办公室 充当作为指挥所 那么你团队要进驻 必须要拿着特定的证件 换句话说 这一般人不能够随便的进出 还有是里头是没有电话 以及灯光都是完全都要黑的 因为怕说曝光 泽伦斯基的行踪 变成攻击的目标 还有就是门禁是相当的森严 外头都会有这个武装警察 在这边站岗 而且要进到里头 还必须要签下保密条款 这个保密条款是什么呢 就是包含的位置 以及设施里头 摆了什么样的东西 都不能够上外人来说明 还有就是设计 像是有多少的空间 这些也都不能够 向外人来说的 还有就是食物的部分 每天吃了什么 也不能够透露 另外是就连 这个媒体记者 到里头采访 他们也只能透过 手机的围光 来稍微观察一下 还有就是要讲通关密语 这个通关密语 每天都会换 而且通常是不成语句的 这样子的句子防止外泄 消息的时候说 其实初期啊 真的两个月时间 都是待在地下 只有偶尔浮出水面 证明自己没有逃跑 但是确实在里头 包含要躲避暗杀 远离企鹅 都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不过俄乌战争对国际局势来说 宛如回到一战前 又是东西方的对峙 而波兰总理在开战 满周年这一天 送来了勒国的鲍二主战坦克 基辅市长的弟弟 前拳王克里契科 就率先开箱驾驶 还拍影片 谢谢德国同意军援 这是苏联时期生产的 冰雹多冠火箭 还无法分配到 美军海马斯的乌克兰部队 现在只能用这套武器 炮轰俄军阵地 类似这样的期待 也出现在这支 由男女兵组成的志愿部队 他们在对内斯克使用的 则是美军在二战时期生产的 白朗宁M2重击枪 绝大多数乌克兰部队 到目前为止 还是只能用这些过时的兵器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急着想要来自欧美的武器支援 还好乌克兰盼望已久的鲍二坦克 终于在开战满一年的这天 由波兰总理亲自送上 基辅市长的弟弟乌克兰前权王克里契科 也抢投降 坐上鲍二坦克 还开着战车绕了几圈 乌军现在最想要的恐怕还是美国的F-16战机 只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亲自定调 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海马斯火箭 只是柯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 柯恩却认为 美国就算现在没打算给F-16 也应该提早开始训练乌克兰飞官 以免像提供M2坦克一样 光是训练又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就在美国等西方阵营宣布援助乌克兰 各行的主战车之后 俄罗斯把战场分成好几个小的战术单元 就有人分析了 这几乎就是瓦格纳佣兵团的切割战术进化版本 前线战况吃紧 乌克兰炮兵忙着退弹上弹再即发 试图以绵密的火网 持之不断向前推进了俄军 两军正面开火 枪声不绝于耳 但是俄罗斯部队似乎没有撤退的迹象 也让乌东前线的守军迟说 俄军的多波次进攻确实来世凶凶 射凶 为何乌克兰官兵会感觉 俄军的进攻波次和兵员数量突然增加了许多 这是因为俄罗斯国防部长 绍伊古为了突破陷入胶着的战况 调整了部队编制 将乌东战场上的各支旅行单位 恢复成师级部队 如此一来 美格斯就是一支拥有自主后勤补给 可以独立行动的作战单元 举例来说 当乌克兰展开反攻 誓言夺回克里米亚半岛时 俄军便投入了76空降师稳定局势 在战况激烈的扎波罗热地区 则是组建了两个步兵师 把战场切割成好几个小的作战单元 遂行蚕食策略 而在乌列格达尔方向 部署了军团级别的炮兵 来个两亿包抄 并且宣布取得控制权 部分军事观察家 更这样形容俄军的辩证 就是瓦格纳军团切割战术的进化版 把大战场当成牛排一样 分成容易入口的小块 一点一点吃下去 反观人数和装备都不如俄军的乌克兰 尽管获得美国和多数北约成员国的支持 但是这些援助却比不过战场上的顺其万变 也难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会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军人增了自己的重量 我们是更习气的 我们需要用力的力量 我们会给予到红队 我们会给予到军事的国家 Britom 被 termed in a while towards a mall It is very true that the US and NATO and the other western allies are concerned that as winter comes to an end and spring begins that Russia will mount a new offensive against Ukraine 即便拜登已经拍板 要援助乌克兰M1爱布兰主战坦克 但是在给与不给之间 又显得不够干脆 还抱怨起德国 为什么不先提供鲍尔坦克给乌克兰 俄罗斯一口咬定美国和北约 就是鼓动战火的幕后营武者 同时俄军调整部队编制和改变战术 并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成效后 西方阵营想要速战速决的渴望 成为主流意见 更让原本想要撕掉代理人战争标签的 美国和北约 现在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变得越来越模糊 体面新闻综合报道 而局势紧张的不止乌克兰 还有在南北韩目前的摩擦也增加了 南韩的议员警告 北韩可能会进行核试验来施压美国 不过美国国防部早就准备好 驻韩的美军宣布 洛杉矶级的核潜舰春田号 进驻到了釜山军港 如果北韩一有动作 就会立刻反击 美国洛杉矶集合动力攻击 潜舰春田号 出现在南韩釜山海军基地 함교의 태극기와 성조기를 나란히 건 스프링필드를 우리 해군 장병들이 맞이합니다 春田号可以搭载好几十枚战 巡尼飞弹射程达到3100公里 等于整个朝鲜半岛都在射程范围内 只是这艘前舰原本部署在关岛 现在此时返回南韩用意为何 주한미 해군은 스프링필드의 부산기항이 계획된 일정이라고 설명했습니다 美方只说 这趟行程是跟装载 军用物资有关 但上一次由洛杉矶集 潜舰訪韩 是在2017年的密西根后 当时是为了加入 卡尔文森号航母 打提权的军事演习 这回春田号来访 无疑也和威者北韩有关 南韩议员最近还特别警告 北韩已经在准备 发射洲际飞弹的更多时程 而且近期可能进行 四年来第一次核事报 为了因应北韩核武 美国22号更在 五角大下汗南韩官员 进行第八次联合兵推演习 对此北韩媒体大呛 美韩笨蛋会招来不幸 但除了发展军舞 北韩最近还宣扬 十年来的建设发展 还为此推出一系列的新邮票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25号甚至出席 社会住宅开工仪式 身旁还带着爱女金珠爱 再度公开露面 似乎要大力营造出 顾家又顾内政的新好形象 体内边新闻走不走 郭北韩进行核事报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好几年都有记录 南韩方面就担心核事报 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严宁要对试验场附近的脱北者 进行辐射的检查 更多的讯息再交给作恒 好现在传出说北韩他们的核事厂 发生了辐射的外泄 所以南韩也来普查这些脱北者 因为很多脱北者他们其实来自的地方 就是这个核市厂的周围 那这个核市厂呢 其实在2026年就有首次的核事报 所以现在南韩他们普查的是 881名的脱北者 要进行的是辐射检查 以及一般体检 说是当时这个核市报呢 已经影响到的是有数十万人 但是像这样的核市报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包含在2006年 2009年 2013年 以及2016年的1月份和9月份 再来就是2017年 就有六次的核市报 那这个核服射 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上市会出现染色体杂乱无脏的情形 还有无法制造新的细胞 再来就是会出现白血球数量奏减 就当然直接影响的 就是你的免疫力了 随后就会出现一些各种出血 已经感染 确实也有人是因为这样的辐射外线 而出现了这些状况 再聊到您看到大陆的建军新动态 大陆媒体报道 解放军最快会在2023年年底 要全面来怠唤服役半个世纪的间隙战机 但是服役不代表退役 因为他们可能可以改装成为无人机 负责战斗支援 或者是进行查打议题的任务 解放军首款两倍音速战机 殲-7从基地起飞 执行应急升空任务 自从1967年服役以来 这款被大陆军民昵称为 传奇战因的殲-7战机 即将在服役届满56年之后 退出第一线 尖-7战斗机很有可能在今年 退出中国空军作战序列 所以尖-7的退役 包括中国空军总体作战 技术状态的提升 都会让它的作战范围 作战效果 作战水平又提高为发展 如今尖-7系列飞机 已经要退出这个部队的舞台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数十年的使用当中 部队发挥出了它的最大效能 而这里的战士呢 也用他们的方式和这款飞机 进行了告别 一环老式战机的退役 或许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 但是尖-7的全面换装 却引起亚洲各国军事机构的 高度关注 原因在于解放军 要如何安顿退役后的 尖-7战机和大批飞行员 但也不排除特殊需要 比如今后无人机大量使用 那么操作无人机 以前是由那些 不会飞行的飞行员来操纵 但是它对环境 对于姿态的认识不是很深刻 但如果能够使用 尖-7飞行员去飞这些无人机 它能够把这些无人机 飞成战斗机 在这个边界速度控制 姿态控制 包括实际选择方面 有可能更能够挖出 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潜力 导弹上电 明白 发射 要观察尖-7战骑是不是真正的追求舞台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多飞行 包括甚至连尖-6 我们很多归行装品都在看到 它被用来改装成无人机 但可能担负也许是拔机 也许是未来的可能在台海战场上 作为空中的诱饵 因为它的飞行速度跟一般分射战斗机 速度差不多 解放军会不会把退役的殲-7战机 改装成具有查打一体能力的无人机 甚至是类似于伊朗制造的神风自杀机 答案无从得知 但是大陆媒体也说 真要改装的话 技术上不成问题 毕竟殲-7最大的飞行速度超过两马赫 作战半径约为600公里到800公里 在作为解放军主力机种期间 更经过多次改良升级 不但能对空战斗 也能支援地面打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俄乌战争中 无人机扮演了左右战局的关键角色 就连解放军也主动揭开 神秘的无人机部队面纱 并透露这一支部队在成军之初 曾经从空军各单位 调集上百位金头盔级的王牌飞官 担任部队主干 无人化 智能化的来临 需要我们这些优秀的飞行员 来推动它 来促进一下 来改变它 松杀起飞 滑堡正常 我们可以和尖机机 包括预警机 直升机 甚至和其他类型的无人机 都可以进行这个先通作战 它现在看起来是正在成行动的 这个部队所进行的所谓的无人机和有人机协调 应该是使它的作战管制 管制同一个空域里面 这个由有人机跟无人机同时执行任务 这个当然就可能对我们的未来的台海的防御 问题会复杂化很多 除了无人机之外 解放军的各式战机也进入待机更新的阶段 在面对不断增强军事力量的北京当局 也让亚太国家变得更加敏感 生怕原本唯妙的平衡关系会在稍有不慎中出现倾斜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先前马斯克的新链卫星 在俄乌战争当中提供了网路通讯还有侦察服务 传说中国大陆也开始部署1.3万颗的卫星 要打造自由的低轨卫星 详情继续交给作恒 好 中美之间的角力 现在也呈现在卫星大战上了 我们来看到因为美国他们也说 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卫星发射次数 在2022年可以说是全球的第一名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持续的出招 为了要抗衡的就是马斯克的新链了 因为马斯克这个新链卫星群 目前是部署3000多颗的卫星 那预计总部署的量会达到4万颗 那新链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了 因为它是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让乌克兰在这个可能很多的基础设施 被摧毁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跟外界保持一些联系 那当然这个也被视作说 这很有可能就会成为 美军一个新型作战的理念 那不能让美国专美于前 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实施一个GW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要发射这1.3万颗的 低轨道卫星 他们要抢占的就是轨道以及频率 说是要确保中国大陆的 低轨道战地 那现在只有一篇研究 就是说就未来可以软杀伤心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透过这雷射 以及高功率的微波 可以网路入侵控制 另外也会摧毁一些侦查的装备 那目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希望说 可以瘫痪卫星的通讯件 那来讲就是影响到整个新链 他们在这个实施卫星这样子的流程 而民生消费的议题 全球面对的问题就是通膨 食品的价格上涨 是大家最有感的痛点 越来越多人会选择到 极其品商店来采买及省开销 让贩售二手商品 或者是极其物资的极其商品 形成了一股风潮 来到这间极其品商店 到处都是显眼的特价标语 主打日韩进口 让不少小资上班族来抢便宜 为了审核包就要精打细算 民众选择到极其品商店才卖 希望多少节省开销 但原物料成本都在涨 其其品是否也会跟着涨价 目前来说是还好没有 但是未来的部分 可能如果通膨再更高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其实成本原料也是慢慢 还是会再上涨 对 那所以如果将来未来的话 也有可能会再上涨 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是不会再做任何的挑战 现在物价涨不停 不少消费者都喜欢来逛这种价格低廉的极其品商店 虽然效期只剩下一到两个月 但售价却便宜一半以上 以这个韩式小金面来说 原价299下只要149元就可以买到 热销的极其品还包括大蒜饼干 韩国泡面烧酒等等 而越接近有效期限的商品 就越不容易被消费者购买 因此折扣通常相对多 现在全台的极其品专卖店有将近100家 卖的主要是糖果零食 加上受到疫情影响 近两年的出国旅游人数下滑 也引发进口日韩极其食品的热潮 那民众如果想要去购买进口的这些极其食品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除了一解出国旅游的这些影头 他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回来之外 那主要也是抢便宜 因为便宜的关系 因为消费者面对到这种消费通膨 物价上涨这些影响 那转而开始去贩卖二手商品 或者是极其的物资 或者是开设极其的商店 二手商店等等 更有些人会把这些购买 这些二手极其商品的这种过程 把它拍成一个购物体验 把它放在社群网站上面 也形成了一种风潮 高物价让消费习惯跟着出现转变 根据主机总处最新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2022年12月的CPI年增率 来到2.71% 但全年通膨率则高达2.95% 创下14年新高 进入2023年通膨有望缓解吗 多的餐饮服务业 是酝酿在年后才开始调涨价格 预期2月的时候 CPI年增率相较为1月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如果说我们参考国际的这个原物料 还有大众物质的走势 那对照去年的基期的话 我认为大概在3月 这个CPI年增率有机会 来到央行设定的这个2%以下 今年倒不是会真的是会让 像去年一样那样子的一个严峻 是从我们会员APP上面 是可以直接查询 就会显示在你周围的店铺 有哪些友善时光的商品 买到期前7小时内的鲜食 就能享有7折优惠 以这间便利商店来说 2021年每月减少350公吨的盛食 但去年每月则减少了370公吨 显示物价飙升 购买极其食品的人也变多了 那根据我们就是内部的统计 可以发现就是购买友善时光的 不重复会员确实是有逐年成长的趋势 那希望可以借此邀请更多消费者 一起来加入席食的行列 原物料价格要和缓下来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买极其品不等于贪小便宜 因为只能多省一点 才能对抗大通膨时代 TVBS新闻焦翰文刘彦宣 台北采访报导 而高龄化的社会延后退休 是世界的趋势 但是台湾却是OECD国家当中 延后退休倒数的第五名 只有49.2%被形容室早退倒 局者认为因为台湾的职场 有严重的年龄歧视 很多工作者不得不提早离开 主菜熟练快速 蔬菜摆得好看可口 也有魅感 手持喷枪 专注观察炙烧和牛寿司的熟度 沈大哥过去是珠宝工艺师 手巧又具美感 受到疫情影响只能收掉工作室 转航道餐饮集团工作 两年来从partime做到正职 现在是见习相礼 不设限自己要几岁退休 57岁的沈大哥 中年转职找到方向 和店内年轻人一起工作 相处融洽 而以往印象中 餐饮业都是年轻人 像是学生打工等等 但少子化 加上疫情后 生意复苏更加缺人 餐饮品牌除了寄出高薪 也将真材视角 转向中高龄人才 里长其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 算是保障 他手上有很多群组 像是土风舞的社团 或是说妈妈甜点社的社团 那其实在里面的话 我们会透过里长的认识跟互动 跟里长变成好朋友 那他也会愿意帮我们协助 帮我们扣一些招募的讯息 那有些地方妈妈 或者是有些需要工作的人 他们就会透过这个管道 来跟我们联系 中高龄的人才 我们的话也是非常重视 那另外的话是 他们的优点在于说 他们的稳定性很够 针对于时间管理这块 他们也做得很好 职场上的大哥大姐们 是人才宝藏 根据联合国定义 15到64岁 是可以扶老稀幼的劳动力 其中55到64岁的高年级生 虽然可能已过职涯高峰 但仍有10年黄金期 在职场奋斗 根据劳动部统计 2021年台湾中高龄 45到64岁的劳动参与率 是64.7% 高龄65岁以上是9.2% 已经是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但是台湾跟OECD国家相比 其实是后段班 来看近20年 各国55到64岁的劳动参与率 冰岛维持在80%以上 日本从65.8%增加到79.1% 德国是42.9% 来到74.1% 荷兰有73.8% 韩国68.6% 美国是64.6%等等 台湾排倒数第五名 从41.8%到49.2% 学者认为以前台湾有些中高龄者 早退休 是因为过去经济起飞的年代 比较多储蓄 房价也没有现在这么夸张 而现在中高龄面对的是 当越来越多的中高龄和高龄者 想要继续留在职场工作的时候 台湾的职场欢不欢迎他们 这点倒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因为不管是政府单位 所做的调查 或者是民间法 我们自己学者所做的调查 台湾45岁以上的中高龄者 他在找工作的时候 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年龄限制 那听说现在 有些人资界的朋友告诉我说 现在连40岁以上 他们大概都不大考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台湾的社会 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 那么很多的中高龄或高龄者 他可能没办法 想留在职场 他却没办法留下来 或者他背后去找一个 比较差的工作 比如非典型的工作 那这种情况 就会赞成 台湾会慢慢像 日本跟韩国一样 有所谓的下流老人的 这样的现象 中高龄者不是不愿意工作 是缺乏友善职场 当低薪环境 房价飙涨 大家的经济负担 只会越来越重 延后退休 可能也是趋势 而当台湾人口越来越少 企业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以去年来看的话 去年的一月 我们的中高龄的比例的话 人数大概在151个人 那今年的话 到今年的2月1号的 这个数字的话 已经到了250亿个人 整个成长的比例的话 已经超过六成的一个比例 现场的话 每个会透过一些 辅助的工具 例如说像是推测啊 这些方式的话 可以减少他在这个上菜上面的 一些重量的一个负担 或是搬运的负担 友善企业重新设计职场 而社会必须打破年龄歧视 跨世代一起努力 让百万高年级胜利军 留在职场 TVBS新闻 柯盛雄谢谢 希望一节谈不到 不过退休生活 不一定要寒衣弄孙 现在的壮世代 希望有自己的生活 反而不愿意成为 孙子的照顾者 抱着两个多月的孙子 一下痘痘小孩 一下又要喂奶 换尿布 不惜两难得体验到 寒衣弄孙的生活 因为即便退休 也跟儿女商议好 不当照顾孙子的祖父母 那退休之后 别人都说 哎呀你可以开始寒衣弄孙了 可是现在跟以前的规划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要的生活就是 有太多事要做 然后有太多地方要去了 比方说我们自己就开始 从写脸书到 经营一个粉砖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粉丝 然后跟粉丝互动 后来我就处理粉书 然后交了很多朋友 以前是职场上面 没有这种机会的 那像我自己退休以后 我其实学很多东西 像我学的是个 踢踏舞 我也学toco show 我也学戏剧表演 我还有学末剧 所有学这些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 可是我觉得 这个在我生命中 跟我前半身是完全没有相关的 退休后开启他们的第二人生 把平常没有时间上的课程 还有朋友聚餐 统统补回来 尤其现在平均寿命拉长 也注重养生 有更多精力过生活 政治颠覆 以往帮忙带孙子的传统 祖父母只是负责做后援部队 偶尔跑跑龙套就可以 比方说现在他们出国 就放在我们家几天 我们觉得也很愉快 虽然现在很累 因为他还是不到三个月 半夜要起来喂奶 累几天可以 可是如果要长期抗战的话 我们会觉得体力可能无法负荷 有很多研究显示 祖父母照顾孙辈 其实可以紧密家庭关系 不过现在壮世代 人口越来越多 退休后的生活 也有很多的规划 现在祖父母的时代 是否已经悄悄改变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统计 1960年以来 全球预期寿命 已经从51岁上升到72岁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5亿祖父母 高于1960年的5亿 另外到2030年 美国7成以上的8岁儿童 会有在世的增祖父母 而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台湾 现在看到很多是年轻的阿公阿嬷 现在都保养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应该讲 我们这一代所看到的这一代的人 就是医学的进步 然后包括思想接触 各方面的生活的丰富 就会让人变得 事实上是到了60岁 事实上是非常的有活力 依照台湾目前的退休年龄来看 普遍在60岁退休 祖父母又越来越年轻趋势 能够帮帮孙子 可以让儿女专心拼事业 不过相反 他们也正处于享受生活的黄金时段 如何取舍 似乎也成为家庭课题 国外也好台湾也好 有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个趋势 就是说祖父母 他可以去照顾 他的孙子或者他的孙女 可是这背后还是有一些 城乡差距的问题 比如说在偏乡 照顾所谓的孙子孙女 他可能是被迫的 可能是隔代教养 甚至会造成全体的 就是家庭上面 他们更加的贫困 可能在城市里 也许他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可能是一个福气 也就是说 那祖父母在照顾家里面的小孩 那或者是祖父母 对于一些家庭来说 他到底是一个负担 还是一个福气 我觉得他会跟 涉及地位有关 他会跟城乡差距有关 要不要带孙子各有好坏 但回归到最根本问题 祖父母照顾者的角色 重不重要 似乎就得要看政府社会福利 够不够完善 会变成就是我们在讲 那种价值观念上的一个争辩 好像传统的家庭观念 还是说现代的西方的社会福利观念 然后鼻子在拉扯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对于现实的 那他其实的讨论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需要更多政府 那在结构上的问题上面去 去 我觉得是提供一些更创新的概念 跟想法 那这样才可以让所谓 我们所面对的结构问题的时候 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接近社会福利发达的瑞典 包含育儿福利 以及国家补贴托儿所费用等等 等于让双新家庭或是祖父祖母 都有产息空间 才有机会创造双赢局面 TV被新闻沉入 和刘一军台北采访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